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5月20日 有关浙江杭州六男男青帕事件 中国当地政府在此前的16日通报提到 5月14日晚上至次凌晨 六名男子在杭州市西湖区 某某新村某状某市内 参加男同性恋群体聚会进行乱活动 根据相关条例给以此六人行政拘留 13日并出罚款500元的行政出发 现场搜缴润滑机共两个 润滑油共三瓶 后挺全焦高一和索金环两个 闭音套共计20个 继续有关此事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一则封传的社情聊天记录的文字资讯 杭州居中淫乱的消息来了 六个人都是13天 500块本来7个人的 有一个人发了假照片 真人是个胖子 他们都到了 被他们拒绝 不让他参加 然后胖子报警了 本胖子感觉到受到冒犯 胖子也有好坏的 你是好胖子 有关具体涉事人士的照片得到疯传 他们的形象 只为脚好身材 也非常令人羡慕 针对此 有网友评论提到 一般来说 淫乱案内部人举报是很难查办的 杭州做起同性 网传本来是7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到现场 被其他人拒绝了 因为他是个胖子 然后胖子觉得被冒犯到 于是就举报了 另外之前还破获一起 十人参与的淫乱案 还好是异性的 不然三观就碎了 不然三观就碎了